一本破解秦始皇谜团的历史拼图 他的生父究竟是谁 为何正史中不见对始皇后的记载 真想令人悉思疾苦 秦始皇的出生是一件两千年来的无头案 正史中的诸多记载 要么自相矛盾 要么干脆就没有记载 不仅如此 史书中有公子扶苏 太后赵姬 甚至赵姬的情人等皇族的记录 却没有关于始皇后的 是遗失了 还是人为抹出记载呢 这个问题想必也曾经 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出现过 今天我们就从秦迷开始 对于正史中没有记载的秦朝历史 藏层愁思拨戒 揭开背后隐藏着的惊天大秘 一个开天辟地式的人物 影响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帝王 却苦于历史的诗载和物载 好在今天我们可以透过碎片的信息 破解秦始皇迷雾重重的人生 事先声明 一切推理且来源于今天所讲的秦迷这本书 所有观点与本人无关 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公元前二二一年 华夏千古第一帝秦始皇 完成了自己统一六国的宏图霸业 自称始皇帝的他 建立了封建社会第一个朝代 秦朝 虽然存在二世而亡 但是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一筒下 秦始皇无疑给后人留下了太多需要探求的东西 从春秋笔法开始 史官们不吝笔墨包赞秦始皇的功绩 但是却对他的个人生平有多少妃子 有多少兄弟遮遮掩掩 在这张维言的画像背后 史料中蕴藏着的大秦天子 恐怕不仅表面那么简单 北宋时期 苏氏欧阳修等文人学士 先后在凤翔和昭纳秋等地 发现了三块秦宙楚文时刻 从而揭开了秦楚之间 这段不为人知的三四百年的殷亲关系 凤翔得到的这块时刻上 不过区区三四百字 记载的是一位秦王诅咒楚国战败 保佑秦国获胜的内容 此外秦国与楚国 自秦穆公起到惠文王时期 一直持续了三四百年 历经十八世的秦楚殷亲关系 虽然秦国同时和韩赵卫等国 都存在这种殷亲关系 但是和楚国之间最为密切 属于强强联手 而经过这十八代的联姻 他早已不是单纯的护家王女了 在政治上的互相牵连 使得秦国的楚系外戚集团 一步步壮大 在秦国的楚国夫人 所代表的楚系外戚集团 对秦始皇嬴政的影响 也不可小觑 为自己巩固政治势力的政治联姻 古以有之 距离嬴政最近的一次 是秦桧文王和楚国米夫人 当时秦桧文王早逝 楚国米夫人继位为秦宣太后 在小皇帝成年之前 一直与自己的弟弟魏冉 即楚国其他外戚 把持秦国朝政 而秦始皇的父亲庄湘王 也是在得到商人 吕不韦的建议 认楚国的华阳夫人为义母 才有机会在此后的政治博弈中 有出头之力的 因为庄湘王的生母 夏夫人为韩国人 韩国呢 就是六国中第一个 被秦国灭掉的国家 所以由此可以推断 夏夫人的母国 为她稳固实力是有限的 而她的丈夫安国君 独宠华阳夫人 自己便更加人为言轻 想让自己的孩子逆风翻盘 认华阳夫人为母 也是势在必然 秦始皇的亲生父亲 究竟是谁 一本奇书 皆是你想象不到的答案和解释 说起嬴政的血统问题 虽然正始终含糊不清 但是按照秦弥义书的观点 他应该是庄湘王的血统部长 虽然商人吕不韦 现赵姬于庄湘王前 就已经与赵姬有染了 但是吕不韦 就在庄湘王身上 做的政治投资 就是希望他以后成为秦国的王 而只有赵姬的孩子 有秦国的血统 以后才能继承大维 史书上记载赵姬 确实是经过石油怀胎 生下的嬴政 这是一份方面 另一方面 如果嬴政真是吕不韦的孩子 那么他是没有资格继承大统的 吕不韦的所有规划 也会竹篮打水 一场空 吕不韦是个聪明人 绝对不会让这种意外发生 所以嬴政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 话说回来 每代秦王几乎都会迎娶楚国夫人 虽然情装相往的夫人 一个来自赵国 一个来自韩国 但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的 想当初他的父亲秦庄相亡 离不开以华阳夫人为首的 楚系外戚势力的支持 嬴政13岁继位 到22岁亲政的这十年间 秦国朝堂上 以赵韩楚三国外戚势力 相互牵制又相互搏异 秦庄相亡的生母 代表着韩国外戚势力 吕不韦和赵姬 代表着赵国外戚势力 华阳夫人 代表楚国外戚势力 随着秦庄相亡的生母去世 韩国外戚势力 退出了秦国朝堂上的历史舞台 廖矮之乱中 赵国外戚势力 也随着土崩瓦解 此时 嬴政的婚事 也是只能是由华阳夫人所主导 所以始皇后应该是华阳夫人 来自 值得一提的是 廖矮绝不只是作为赵姬的男宠 这么简单 而且廖矮之乱 并不是赵姬 针对嬴政的乱谋 因为她之所以能当太后 是因为嬴政坐稳了王位 而嬴政此时年纪尚轻 她想要更多的权力 就只能与她华阳夫人 和吕不韦为首的 秦国外戚势力争一争 所以她真正要对付她 是华阳夫人 首先 廖矮是赵国人 与赵姬是同乡 所以一开始才受赵姬信任 之后 廖矮公开招揽天下名士 来她府上做门客 不只是表面风光这么简单 是在有意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 其次 赵姬给廖矮封了最高等级的列侯 而商鞅变法后 秦国对爵位的控制相当严格 唯有相应数量的敌人手机和军功 才能被封侯 为何一介男宠能轻易被封侯呢 对此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根据秦迷的推断 秦国大将王俭 为秦国消灭了赵国 公养使得燕国元气大伤 直到又灭了楚国才有了爵位 廖矮想立下军功 只能是另一个原因了 在廖矮封侯的同一年 秦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嬴政的弟弟昌娇 与韩夫人发动了一场叛乱 廖矮成功发现并进行了举报 所以明正言顺被封侯 因为举报和杀敌是同等将生 而昌娇之乱 也是赵姬为了清除其他势力的结果 所以整件事都在赵姬的预测之内 众所周知 楚国外妻在秦国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的 华阳夫人又是后宫中 辈分和影响力最大的人 最主要的证据是赵姬与廖矮 在吟政清政的当天发动叛乱时 进宫的是一个叫齐年宫的地方 此处的齐年宫 应该就是华阳夫人所在的宫殿 廖矮之乱应该就是赵国外妻势力 与楚国外妻势力已较高下的过程 而参与平定这场叛乱的 除了吕不韦之外 还有两位楚国公子 分别是昌平君和昌文君 可见楚国外妻势力的地位有多坚固 秦始皇的皇后真实身份是谁 为何史料中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呢 公子扶苏 为何会被秦始皇忌惮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史料极其有限 但是我们不但知道 公子的婚事一般都是与其母亲做主 而公子的母亲必然不是本国人 既然如此 公子的母亲想让自己在异国他乡站门脚跟 为自己的孩子博个好前程 就会从母国选择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女子 秦始皇嬴政是22岁开始亲政掌权 他会不会在此之前迎娶楚国夫人 作为自己政治博弈的筹码 在那个充满着变革与杀戮的时代 想必能被华阳夫人从一众王女中挑选 并安插在嬴政身边的女子 必定不会是登仙之辈 但是史记 秦始皇本记当中的史料 却没有丝毫提及 这又是为什么 而且嬴政的长子扶苏身上 有着哪些未被写入史书的秘密呢 为何陈胜吾广起义时 要以扶苏的名号呢 关于史皇后 在楚国外戚势力 独大的政治局面下 嬴政与自己的楚国皇后之间 更多的应该是相互记忆的 毕竟自己的父亲 祖父都多多少少受制于外戚 因此嬴政应该一直担心 史皇后与扶苏 借助楚国的力量谋反 扶苏身上流着一半 楚国王族的血 身后又有皇后和华阳夫人撑腰 而且陈胜打出扶苏的名义 来复兴楚国 还曾说天下苦于秦国统治很久了 秦二世胡亥 本来不应该被立为皇帝 应该立为皇帝的是公子扶苏 由此可见 扶苏在民间声望很高 其他的人政 比起秦守皇的暴政更受欢迎 对于这样的一个儿子 嬴政怎么能不忌惮呢 且秦末师常有楚随三户 王秦必处民谣 此外 在吕不韦因廖矮之乱下台之后 昌平君也因为评判有功 接替吕不韦成为丞相 此处的昌平君就是华阳夫人楚国势力的一分子 在秦楚大战中 他身为秦国丞相 拥有楚国的王室血统 因此被嬴政派到了影臣 随他前行的还有一部分死事 这部分死事 要么是昌平君保护自己的保镖 要么是嬴政安排的监视他的人 根据后续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昌平君最后还是选择了倒戈楚国 最后兵败 淮北七线 这里的大泽乡就是十四年后 陈胜吴广以复兴楚国为名义发动起义的地方 总和以上种种 话里话外都逃不过一个楚字 想必这便是嬴政也为之头疼的地方 自己的父亲是在楚国华阳夫人的帮助下 才得以继承王位 而他在亲政当天 就亲身建立了楚国外籍势力的霸道手段 他的王后与最优秀的儿子均来自楚国 自己又被楚国的臣子反叛 这叫他如何不忌惮 或许这就是他迟迟不愿意让扶苏继承大统 实说对于扶苏母亲也没有记载的原因吧 他的一生都活在楚国外戚的阴影下 面对他的祖母 母亲 妻子 儿子 恐怕比面对六国的百万大军还要苦恼吧 那是一个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的权力场 充斥着杀戮 背叛流血和死亡 或许掩埋在厚重历史背后的秘密 注定暗无天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感谢观看